1942年5月的一天 正在日夜监听日军密码电报的美国海军情报小组 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在日本海军军令部发给日本联合舰队的一系列密电中 一个名为AF的代号反复出现 尼米兹立刻下令 不要间断 继续监听 果然 接下去的几天 AF这个代号出现的次数逐渐增多 这一奇妙莫测的点拨 简直成了回荡在太平洋上空的模影 尼米兹时任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 尼米兹在上任以后非常重视情报工作 显然 这次捕捉到的AF秘密代号 肯定是日军下一步的作战目标 尼米兹命令情报小组 务必尽快弄清AF所指的位置 美军情报人员开始翻箱倒柜的 从以往截获的电报中寻找线索 终于他们找到这样一套电报 命令水上飞机到AF附近的一个珊瑚小岛 由潜艇给予补充燃料 据此 尼米兹推断 AF指的很有可能就是中途岛 中途岛的面积虽然只有4.7平方公里 但它去珍珠港只有1135海里 是美国在中太平洋地区的重要军事基地和交通枢纽 也是美军在夏威夷的门户和前少阵地 中途岛一旦失手 唇亡是寒 美太平洋舰队的大本营珍珠港也将不保 中途岛的得失 关系到太平洋战争的全局 为了证实这一推断的准确性 尼米兹命令情报小组发出一份诱饵电报 说岛上淡水蒸溜设备发生故障 两天后 美军截获到一份日军密码电报 上面说 AF很可能缺少淡水 在确认日军作战的目标就是中途倒透 尼米兹说 美国舰队绝不能钻进日军设置的圈套 相反 我们要像老鼠那样 既要一口一口地吃掉鼠夹上的奶酪 又要不触动夹子上的弹簧 尼米兹立即下达命令 派出企业号 大黄蜂号和约克成号 三艘航空母舰 八艘巡洋舰 十四艘驱逐舰 埋伏在中途岛东北约325海里处 寻找机会 从侧翼对毫无警觉的日军舰队 实施突然袭击 此时的日军也早已按照原本的计划 进行着战前的部署 1942年5月27日 日本海军大将山本56率领着舰队离开了日本海港 而南云中一将作为这次攻打中途岛的主力部队 中有赤城 加赫 苍龙 飞龙四艘航空母舰 这四艘航母此刻正迎着风全速行驶 准备与美国海军展开对决 1942年6月4日清晨4点半 已到达中途岛西北300海里处的日本中将南云中一 下达了进攻的命令 第一攻击波供108架飞机向中途岛突去 其中包括36架高空轰炸机 36架99型浮冲轰炸机 和36架临时战斗器 第一攻击波飞机刚一起飞完毕 南云中一便下令让第二攻击波同样一百零八架飞机 迅速从机户直升到飞行甲板 随时待命准备进行第二步攻击 早上六点多 美军的运达突然详情警战 于是尼利兹拧命岛上所有的飞机立即起飞迎击敌机 但仅仅进行了15分钟的空中机战后 美军战斗机就有15架被击力 7架被提升 日极却连1架被击中 全部都以中途岛上空 没有了美极的拦截 日本攻击机全直出中途岛 炸中了岛上的建筑物 油库和一个海上飞机库 第一次交手 日军占据了上风 但是日军很快就发现 中途岛上的飞机跑道却安然无恙 这意味着美军随时可以再次起飞迎战 此时的日极机群弹药已尽 油料也所剩无几 无法再次进攻 这一攻击波的队长不得不向南云舰队发出电报 突击机群返航有必要再次袭击 这边日军正在计划着 对中途岛进行二次袭击 另一边美军也同样在积极的准备 发动对日本舰队的反击 美军侦察机在日军发动第一波攻击的同时 已发回消息 发现了日本航母所在地 斯科鲁恩斯少将知道 地球上最壮观的预出性起目了 斯科鲁恩斯性格内向不善交际 但预示十分镇定 正因为这样 本是巡洋舰队司令的斯科鲁恩斯 这次被推荐为航空母舰的指挥官 那么此时斯科鲁恩斯的所在的舰队离南云的舰队的距离 刚好是200海里 所以斯科鲁恩斯当时决定要把攻击的时间定在上午的9点钟 因为到9点钟的时候 他的舰队与南云的舰队之间的距离 刚好是在100海里以内的范围 这对于航程有限的飞机来说是有利的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斯科鲁恩斯的参谋长就提出了 最好能够把攻击的时间提前两个小时 在上午7点钟开始 如果把计划提前两个小时 在日军第一波飞机返回航空母舰降落的时刻 美军就能正好抵达敌舰上空发动攻击 但这样一来 飞行距离比原计划远 这意味着美军的飞机很可能在完成任务后 由于油料耗尽而无法返航 那么斯科鲁恩斯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呢 金力智能手机独家冠名播出 刚才我们说到 斯科鲁恩斯的参谋长向他提议 将出击时间提前到上午7点 这样一来 可以在日军第一波飞机返回航空母舰降落的时刻 美军正好抵达敌舰上空 但这么做 也同样可能使美军飞机因为油料不够而无法安全返航 思考片刻后 斯科鲁恩斯说 战役的成功结束 对美国来说意义重大 我们没有退路 必须全力以赴 斯科鲁恩斯决定采纳参谋长的意见 把出击时间提前到上午7点 上午7点05分 日本试程号航空母舰上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 美军将一共137架飞机分为4个攻击波一次起飞 开始了对日本蓝云舰队的空袭 然而飞机因为缺乏配合 飞行边队的轰炸机和鱼雷机与护航的战斗机失散 于是美军进行的前三波攻击都失败了 日本舰队毫发无损 虽然美军从截后的日军电报中 提前知道了日本想要攻打中途岛的意图 但由于时间紧迫 尼米兹只能临时从各处搜楼飞机和空勤人员 以增加兵力与日军抗衡 然而这样的作战 对于一直没有训练缺乏配合的杂牌军来说 无异于洋入虎口 美军前后飞动的三个鱼雷攻击机中队 共约四十余架鱼雷攻击机 在明智没有战斗机护航的情况下 这三个鱼雷攻击机中队毫不犹豫地投入了战斗 一架架更重的鱼雷攻击机 在轻巧临族的日军临时战斗机的攻击下 不断坠入大海 根据势头统计 这四十余架鱼雷攻击机中 只有九架飞机得以返航 又是八名美军飞行员壮烈牺牲 这张照片就是美军大黄蜂号航母上的 第八鱼雷机中队飞行员的合影 在这场战役中 他们之中除了一人幸存 其余的飞行员都在对日本航母的攻击中牺牲了 美军飞机虽然目前还没有给日本舰队造成伤害 但南云中一任性很是后怕 他认为再这么下去 总有炸弹会击中他的航母 于是南云下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南云中一的航空母舰战斗群 在搜索当中并没有发现美国的航空母舰 但他只是已经遭到了来自于中途岛 从中途岛起飞的美国陆军航空兵的攻击 所以处于种种考虑 而这个时候就命令还停在甲板之后 一枚鱼雷重达一吨 而一枚炸弹的重量是八百公斤 要把鱼雷从飞机上卸下 至少需要六名地勤人员 将鱼雷卸下搬到一旁 再将炸弹装上 这样折腾下来 想要将甲板上的飞机全部都换上炸弹 至少也得一个小时 要知道 这战前换兵器 比临阵磨枪更让人心里没点 就在士兵们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 日军侦察机送来了一条模棱两可的电路 好像发现了一艘美国的航空母舰 这一项美国航空母舰所带来的威胁 突然间显得比从中途岛起飞的 美国陆军航空兵的飞机 所带来的威胁就要大得多了 南云中医 虽然对这个模糊的电纹十分恼火 但它的头脑却在飞速地运转 很快 南云做出了判断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对付航空母舰 最好的武器就是鱼雷 但现在 日军航母甲板上的飞机 刚刚从鱼雷换成了炸弹 于是南云下令 将炸弹换回鱼雷 日军航空甲板上的地形人员 被折腾得疲惫不堪 但此时也只有无奈地大喊道 再干吧 这好像是在搞一场鱼雷换炸弹 炸弹换鱼雷的比赛 为了抓紧时间 士兵们来不及将线下的炸弹重新入库 只好暂时全部堆放在甲板上 上午8点30分 袭击中途岛反驳的第一攻击波机群 已经飞抵日本舰队的上空 那么南云派往冲突岛的第一批突击飞机 已经返航 需要立即让他们在母舰上降落 那么此时还有一批 一直保护航空母舰的 日本零式战斗机 他们为了应付美军先前 一波接一波 不要命的攻击 一直没有时间 降落加油 燃料已经耗尽 那么而这个时候第二攻击波的飞机 都还停留在甲板上 没有来得及起飞 这一下可让南云中医傻了眼 如果让甲板上的飞机马上起飞 航空母舰上的跑道就会被占用 那么油箱空空的第一批突击机群 和护航的零式战斗机 就无法返回航空母舰 只能因油料耗尽而坠入大海 南云权衡再三 终于下定决心 将停在甲板上的第二批飞机 再次入库 给零式战斗机和第一批突击机 腾出地方 就这样四十分钟过去了 此时的南云忘乱没有想到 正是因为他的这个决定 让日军占有优势的战局 发生了逆转 补给完毕 忙碌的日军终于迎来了飞机起飞的时刻 正在这时美军飞机却已悄然而至 日军有精力智能手机独家冠名播出 刚才我们说到 南云中一为了让第一批飞机和护航的零式战斗机降落加油 决定将停在甲板上的第二批飞机再次入库 给零式战斗机和第一批突击机腾出地方 但正因为南云的这个决定 让日军占有优势的战局 发生了逆转 十点二十四分时 焦急的蓝元中一 终于等到了攻击编队可以起飞的报告 他立刻下令全部战机起飞 在一片欢呼声中 第一架起飞的战斗机 分离了日本赤城套航空母舰的甲板 然而就在这一瞬间 美军的最后一波攻击机群 终于来到了南云舰队的上空 向毫无防备的日本航母浮衷而至 这是我们找到的日军中组 渊田美金雄 为记录中途岛海战写下的珍贵回忆录 对于这一刻 上面这样说到 在赤城号飞行甲板上 全部飞机都已经发动了 庞大的航空母舰开始逆风航行 五分钟之内 全部飞机都可以起飞 五分钟 谁能料到 在这短暂的瞬息之间 战局会发生彻底的改变呢 刹那间 一道迷人独目的闪光 照应陆军阵脚上的军官们 眼花缭乱 炙热的气浪 萌烈出来 震撼的先翻在地 美军四个大档 分离在日本加克号航母飞行甲港上的 前跟后部炸开 七一刻之间 加克号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火炉 火光冲天 舰长当场被烧死 来不及逃生的七百多名欲军 葬身大海 在日本赤城号航母上 目睹了这一切的南云中医 目瞪口呆 他不敢相信 短短几分钟 刚刚还生龙火虎的加克号 就成了人间地狱 这一刻 对于南云来说 来得太过突然 太过震惊 以至于 他的没有注意 正有一架俯冲轰炸机 向他所在的赤城号飞来 瞬间 日本赤城号航母 被两颗炸弹击中 尽上顿时 很明眼乱窜 浓烟四起 南云不得不撤离赤城号 短短的六分钟内 赤城号被彻底炸毁 随后 日本参龙号航母 也很快因为炸弹袭击被大火吞没了 参龙号的舰长不得不下令弃舰 前后短短八分钟 日本三艘大型航空母舰 覆灭的命运 全都无可挽回地 注定了 一口气干掉日本的三艘航母 这样的胜利让美军欣喜若狂 然而战斗却并没有结束 不可一世的南云舰队还剩下一艘飞龙号航母在赋予顽抗 斯普罗恩斯知道 南云中医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上午10点40分 从日本飞龙号航母上起飞的飞机 找到了美国鱼克城号航空母舰 日军飞机向鱼克城号投掷炸弹 炸弹在巨箭体内爆炸 美军人员死伤无数 伤痕累累的鱼克城号 终于不堪重负沉入了海底 斯普罗恩斯万万没有想到 他们还没有找到飞龙号航母所在的位置 日军就已经靠着飞龙号摧毁了美军的鱼克城号航母 下午2点45分 美军侦察机终于发现了飞龙号航母的具体位置 至此日军共损失了四艘大型航空母舰 一艘重巡洋舰322架飞机和3507人 6月5日凌晨2055分 得到消息的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大疆 终于痛苦地下令 取消中途岛的占领行动 得到日军撤退的消息 斯普罗恩斯兴奋地 向在太平洋舰队作战指挥室的尼米兹将军 发去了喜讯 在中途岛海战的庆功宴上 尼米兹发表了著名的广播演说 我手上的这份便是尼米兹的演说稿 上面这么写道 就在半年前的一个星期天 日本人破坏了和平 公然向我瓦虎岛的舰队和陆军设施 进行突然袭击 珍珠港的仇恨现在得到部分血耻了 他们还会继续不安恐惧和发抖 这是全能的上帝对他们的严厉惩罚 就像后人评价的那样 中途岛这一战敲响了日本的丧钟 中途岛海战也成了整个太平洋战争中的转折点 然而美日之间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对决 还远远没有结束 后面还有更惨烈的战斗在等待着他们 这条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美日中途岛战役中被日军击沉的 美国太平洋舰队约克承号航空母舰 约克承号重达一万九千吨 它庞大的身躯就这样静静地躺在太平洋漆黑的海底 已经整整七十年了 通过深海摄影机所拍摄的画面 我们依然能够清晰地看到它的模样 船头破裂 船体几乎完好无损 剑桥 飞行甲板 还有飞行员所住的房间 都没有因为时间的冲刷而损毁 船上的枪炮依然指向天空 约克承号似乎正在向我们讲述着 七十年前的那场异常激烈而精彩的战斗 交战双方进行了怎样的较量 美国海军又是如何以弱势打败了强大的日本海军的呢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清晨 日本海军对美军在夏威夷瓦湖岛上的珍珠港基地 发动突然袭击 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 投袭成功后 军队里士气大涨 日本国内更是群情激昂 当时的日本海军少将千种定南在日记中写道 十二月二十三日清晨 机动部队驶过风后水道 不一会儿就看到出现在地平线上的四国岛的高山 这时岸上部队派出欢迎的飞机在舰队上空盘旋 海岸防卫部队的舰支 在凯旋归来的胜利者的左右两侧 自逃的巡逻 千种少将写下这篇日记的时间是 1941年12月23日 内容说的是日军成功偷袭珍珠港之后 凯旋回国的情景 但是在所有日本人欢庆的时候 有一个男人全闷闷不乐 他对这次的战果并不满意 因为他的胃口比这要大 他要把美军的太平洋舰队全部吃掉 这个大胃口的男人就是他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 从照片上看 山本五十六文质彬彬 神情还有一些忧郁 从照片上看 他的身材不高 只有一米五九 但是山本五十六他人小胆辣 深谋远虑 而且非常有带兵的才能 1941年 山本五十六把自己和日本 都押在了珍珠港上 这一仗他赌赢了 他成为了日本家喻户晓的英雄 更成为了日本海军的军神 相对于日本军人的耀武扬威 美国军队可就惨淡多了 这时候的他们似乎还没有从珍珠港 被狂轰滥炸的噩梦中醒来 被偷袭三个星期之后 1941年的最后一天 尼米兹上将临危受命 当上了太平洋舰队的司令 日军偷袭珍珠港 到底给美国太平洋舰队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失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完全被炸尘的一共有七艘军舰 里面有四艘战列舰 一艘靶舰 一艘驱逐舰 和一艘布雷舰 受到严重损坏的有六艘 有两艘战列舰 两艘轻巡洋舰 和两艘驱逐舰 另外还有两艘战列舰 一艘受到中度损坏 另一艘受了轻伤 损失的飞机有四百五十架 死亡的人数是两千四百人 另外还有近两千人受了伤 刚刚上任的尼米兹 手里接的就是这样的烂摊子 这时候很多人并不看好他 毕竟他的手里 连一个完整的海军编队 都凑不出来 在1942年初 刚刚接手太平洋舰队的时候 尼米兹自己都没有什么信心 在写给老婆的信中 有这样的话 尼米兹说 如果干上六个月不下台 那我就算够幸运的了 也许公众要求我快点行动 做出成绩 可是我做不到 要想和老谋深算的 山本五十六斗法 尼米兹首先就得知己知彼 通过破译日军的密码 了解到山本五十六 下一步的动向才行 可是日军的密码体系 极为复杂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1934年 日本海军在原有密码体系 红密的基础上 开始改进升级 他们从德国买下了一部 恩尼格玛商用密码机 他们改进了这部机器 造出了自己的密码机 97式欧文印字机 接着日本外务省 又改进了97式欧文印字机 然后取代红密体系 成为日本整个外交系统 广泛使用的战略级密码体系 这个体系被美军情报人员 称为紫密 1940年8月 美国通信情报处 成功地破解了紫密 PURPLE 紫密破解后 美国其实已经知道了 一个重大秘密 日美谈判必将破裂 日军很可能会对美国 发动大规模袭击 很可惜 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 这个信息没有能够引起 美国政府高层的足够重视 结果也就有了后来 珍珠港的惨剧 日本海军随后使用了舰队密码体制 这种密码也被叫做海军暗号书D卷 是高级司令部才可以使用的 属于战略级密码 这种密码系统 它的主密码 是由四万五千个 五位数的数码组所构成 复杂吧 还要比这更复杂的 为了增加安全性 还要再配上五万组 也是五位数的乱编数码组 乱编 就是随意挑选 通信的时候 发信人会随意选择 其组乱码数 其中一组会告诉收信的人 是哪医院的哪一段 使用它的密码 主密码基本上是不变的 但乱编数码组经常要变 目的就是让你查不出来 日军的这种舰队密码体制 也就是这本书 叫做海军编号书D卷 美国人把它称作 GN25B GN代表的是日本海军 25是识别编码 B指的是它的升级版本号 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 日本人把这个GN25B的版本 升级了十二次之多 很长一段时间里 美国的情报人员 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 就是破不开 非常头疼 日本人在珍珠港得手之后 美国人知道 这种不光彩的胜利 绝对不会是日本人的最终目的 所以在1942年初 美国最急于想知道的是 挑起太平洋战争之后 日本的下一步意图 军力部署 最要紧的是 它下一个要攻击的目标 到底是哪里 珍珠港事件后 美国人痛感情报的作用 于是他们开始大力加强 情报的收集整理 和密码破译工作 海军动用了 它所有情报部门的力量 来破译GN25密码 这里面主要有 菲律宾情报站 Stationcast 夏威夷情报站 Station Hypo 和华盛顿的海军总部情报站 OP2OG 也叫Station Negate 这里面N指的是 Navy Department 海军部 此外 美国还向盟国请求支援 其中包括 英国的远东情报站 荷兰的 和属东印度群岛情报网 所有的密码破译员 都在做着同样一件事 截获GN25的大量通讯 这些密码被破译之后 在交由海军情报处 汇总分析 以便做出最后准确的判断 这么多的情报部门 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开足马力的工作 那么他们当中 谁的功劳最大呢 Station Hypo 起到了关键作用 它就是罗车福特 所领导的 夏威夷情报站 因为当时华盛顿海军情报处里的主流意见认为 日军的下一个进攻目标 很有可能是太平洋上的阿留申群岛 或者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 Port Moresby 墨尔兹比港 可罗车福特不这么看 他另有看法 罗车福特 1918年毕业于新泽西州的斯利文斯理工学院 同年他以少卫军衔进入海军服役 罗车福特 外表文静 性格内向 不善言辞 但在他低调的外表和木讷下 藏着坚定果敢和不折不挠的本性 罗车福特早先是想成为一名海军航空兵 但是命运之神并没有早早地让他实现这个梦想 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阴差阳错地释放出了天才能量 1919年 罗车福特以工程人员的身份 被指派到一艘邮轮上工作 一待就是好几年 那个时候军舰上没有什么娱乐 闲下来 罗车福特最大的乐趣 就是和船上的军官们一起玩 拼字游戏 打桥牌 这一玩不要紧 很快他就找不到人跟他一起玩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船上 根本就没有他的对手 没有人能玩得过他 这种填字游戏 在西方国家非常地流行 尽管它并不简单 玩家要根据题目所提供的信息 把字母填到这些方格里 组成的单词必须同时满足题目中 对于行与列的要求 很快船上的军官就发现 罗车福特有着超乎常人的想象力和匪夷所思的联想力 无论什么样的题目都难不倒他 所以有的人就跟罗车福特开玩笑说 干脆别再传人浪费时间了 找个密码破译员的工作算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罗车福特听进去了 1924年他申请调离军舰上了岸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训练 1926年罗车福特成为了美国海军情报处 第一个密码研究组OP2OG的一名成员 正式成为了一个情报工作者 为了能够全面地了解日本 这个迅速强势崛起的东方帝国 从1929年到1933年 美国海军部派出了四名年轻的军官 到日本学习日语研究日本文化 罗车福特就是其中之一 到了1941年 罗车福特被派往珍珠港任夏威夷情报站站长 这时候他已经是经验丰富的密码破译专家 竟同时与熟悉日本文化 他上任之后亲自挑选了一批 当时海军最优秀的密码人才和语言天才 尽管如此 直到1942年 罗车福特面对JN-25B 仍然是一筹莫展 美国海军截获了大量日本海军的电文网来 显示出日本海军近期将会有大动作 但是由于密码无法破译 所以美军一直也搞不清楚 日本人到底是想干什么 直到1942年的1月份 美国人的好运气来了 1月20日黄昏 日本海军1号124潜艇 奉命在澳大利亚海军基地达尔文港外 铺设水泥 遭到美军驱逐舰和三艘澳大利亚快艇的围攻 沉没在50米深的海底 美军派出潜水员潜了下去 在日军潜艇的残海里面 潜水员发现了一个保险柜 打开一看 里面有一个本子 这个本子非常特殊 它的纸张上面覆盖了薄薄的一层签 这东西一看就知道是密码本 由于1号124是日本海军的大型潜艇 所以美军认为 他们找到的可能是保密级别 相当高的密码本 密码本很快就被送到了罗彻福特的手上 他发现这个本子 原来就是让他头疼了很长时间的 日本海军密码体系 GN-25C 1942年日军原本是打算把之前的密码升级 改为GN-25C 但当时日军在太平洋地区占领了大片的地区 南到南太平洋 西到东南亚 包括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要把新的密码本送到分散在各地的部队手中 这可不是几天的时间能够办到的 因此日军只能把新密码的启用时间推迟到六月份 这样日军在中途岛作战准备期间大量的电信来往 只能使用原来的密码 GN-25B 如此一来 美军便有了可乘之机 拍摄于1976年的美国故事片 中途岛对于罗彻福特截获日军的密电 有着生动的描述 5月20日 罗彻福特从截获并破译出来的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下发给各个部队的 长篇电文中掌握了他们的作战计划 只是在计划中 关于进攻目标 日军始终使用一个代号 AF 这个AF到底是哪儿 究竟什么地方才是日军下一个准确的进攻目标呢 罗彻福特认为 AF就是中途岛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地图 中途岛不明思义 它应该是在什么地方的中间 不错 它就在太平洋的中间 中途岛位于太平洋中部 北纬23度3分 西京177度22分 由于它位居太平洋东西航线的中间位置 因而得名中途岛 中途岛有周长24公里的环郊组成 陆地面积约5.2平方公里 距日本2800海里 距夏威夷903海里 美国人在这个小岛上修建了空军基地和潜艇基地 这样中途岛就成为了夏威夷群岛的西北屏障 根据长期以来截获破译的日军电文 美国人知道日本人通常会以 A打头的两个字母来代指太平洋地区的某个具体位置 比如H指的是珍珠港 AG指的是马少尔群岛 罗彻福特记忆力惊人 他在浩如烟海的电文当中找到了一份1942年初日军的电报 电报上要求水上飞机从马少尔群岛飞往珍珠港 里面特别提到要注意避开来自AF的空中侦察 我们从地图上看 这个AF所指的只能是中途岛 而这一仗有可能会影响到战争的结局 因此光靠推理判断是不够的 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 那么怎样才能证明AF所指的就是中途岛呢 罗彻福特很快就有了主意 那到底是个什么主意呢 在电影中途岛中有一段这样的内容 当时罗彻福特把自己的判断告诉了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 但是尼米兹并没有马上给出肯定的答复 尼米兵的尼米兵 这个主意有意思 聪明 日军上钩了 日军很快就通知主力部队要多携带淡水净化器 5月22日美军截获了日军的电文 这就证明华盛顿的海军情报处错了 而罗彻福特的判断 对了 日军的下一个进攻目标 中途岛 日本联合舰队计划在夏威夷和中途岛之间用潜艇在前面组成一道警戒线 监测所有从珍珠港开往西方的船只 接下来一支在北方牵制的舰队将袭击阿留申群岛上荷兰港的美军基地 然后占领吉斯卡岛和阿图岛 这是美军在防御殿的岛上最西边的岛屿 当美国人集中在阿留申群岛的时候 由南云中一海军中将所率领的航空母舰上的空中力量 就会撕开中途岛的防御线 然后用运输机运送五千名士兵登陆 最后当尼米兹太平洋舰队从珍珠港出发 企图救援的时候 事先潜伏在几百英里之外的山本五十六的主力打击部队 就将和已经在中途岛的舰队集中在一起 全面打击太平洋舰队 山本五十六这一次是出动了日本全部的海军和海军航空兵 它只是要孤注一掷 准备再赌一把 当然从实力上看 山本五十六的胜算确实比尼米兹要大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 尼米兹拥有三艘航空母舰 其中有一艘还是被打伤的 山本五十六有八艘航空母舰 巡洋舰的比例是8比20 驱逐舰的比例是14比60 潜艇的比例是19比15 但是与山本拥有11艘战略舰相比 美军在这方面是零 如果说优势兵力和武器装备是取胜的唯一因素 那么日本人在中途岛战役中应该取得迅速的压倒性的胜利 我们找到了一篇日记是日本联合舰队参谋部年轻的三合哨所写的 这是我们为您摘抄的他所写日记当中的一篇 时间是1942年5月16日 在这里他满怀激情的写下了这样一些话 一起来看看 舰队驶过刺刀北方继续浩浩荡荡地向东开进 这是日本帝国海军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远征 舰队上至司令下到士兵都感到胜券在握 山本五十六的作战计划可以说是完美无缺的 但是有一个情况他不知道 那就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司令尼米兹将军 已经对于他的作战计划了如指掌 尽管他已经知道了山本的作战计划 可是他手中的兵力与山本比起来差得太远了 那么他将会如何打这一场 必须是以少胜多的战役呢 尼米兹首先面临的难题 就是来自于美国军方高层的怀疑 华盛顿方面在收到了尼米兹的作战计划 马上就派出了一名特派员赶到夏威夷 告诫他说 这可能是日本人的阴谋 攻打中途岛很有可能是山本五十六的圈套 尼米兹并没有盲目听从上级的命令 因为他确信罗扯福特给他提供的情报是准确的 尼米兹决定要在中途岛给山本五十六致命的一击 他用特殊的备用密码将山本的作战计划大纲 分发给了海军的将官们 材料中不仅有日军舰艇的行动的路线和时间表 而且还具体说明 六月四日这一天 日军的航空母舰将会从西北方向方位三百二十五度发动进攻 时间是中途岛时间早上六点钟 针对山本的计划 尼米兹给他设了一个圈套 说来也很简单 就是在南云的战斗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 去轰炸中途岛的时候 美国的三艘航空母舰上的战斗机 就去炸日本的航空母舰 先给的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此时大战一触即发 只不过这个时候 一方对于整个局势了如指掌 而另外一方完全被蒙在鼓里 1942年6月4日清晨4点30分 日本海军的南云中架下达了进攻中途岛的命令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当时日本的隋军记者 所拍摄下来的真实画面 第一架零式战斗机划过跑道 甲板上的士兵齐声欢呼为他鼓尽 接着八架战斗机相继起飞 然后是十八架 第三A199式俯冲空炸机 然后是99式空炸机 十五分钟之内 总共一百零八架飞机 从四处航空母舰上先后起飞 飞行编队以壮观的环形队列绕舰一周 然后朝着东南方向的中途岛直扑过去 1942年6月 美国与日本在太平洋中途岛附近海域展开了一场殊死的决战 从双方的装备到参战人员的素质来看 日军都占据着绝对的优势 他们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飞机 三菱制造的临时飞机 而且还有一大批深惊百战的飞行员 而美军呢 大部分都是新手 刚刚参军不久 作战的素质和经验几乎都是空白 那他们有什么呢 他们有的是复仇的决心 我们这里有一段录音 是曾经参加过中途岛海战的飞行员哈里皮埃尔 在1990年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的 一起来听一听 1942年6月4日清晨 日本的攻击机群直接铺向了中途岛 可以想象 骄横不可一世的日本空军 将会对中途岛进行怎样的狂轰乱炸 不过想象归想象 还是真实来得更为可靠 我们这里有一段现场实录 这些珍贵的历史画面 出自于美国著名导演约翰福特 轰炸机冒着猛烈的高射炮火 频频促冲狂轰乱炸20分钟 岛上建筑物油库 和一个海上飞机库都被炸中了 可是日本轰炸机偷袭中途岛 想要消灭的是对方的空军力量 可这个企图却落空了 他们能找到的轰炸目标 不过是没有飞机的跑道和空空的飞机库 岛上所有的飞机 这个时候已经飞上了高空 可以想象拍摄这样的画面 该有多么的危险 因为这可不是在拍摄故事片 而是实战的现场 导演约翰福特多年之后回忆起来 当年的情景还是历历在目 这里有他的一段采访录音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日军的第一次空袭 铺了个空 他们当然不知道 美国人设下的空城计 是个圈套 他们更不知道的是 美军的所有飞机 都已经在路上了 要将他们的舰队干掉 七点 南云中将收到了 日军攻击机群发挥的电报 对中途脑需要进行第二次袭击 南云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 七点十分 日军舰队最前方的驱逐舰 打出其余 发现敌机 日军舰顶的桅杆上 升起了信号旗 警报声响彻海空 美军六架复仇者鱼雷攻击机 和四架B-26通战 在赤城号航空母舰右线出现 这是从中途岛起飞的第一批 美国攻击机群 他们从1200米高度的云增骨钻出 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段画面 就是美国电影中途岛 在电影中直接就用了约翰福特的纪录片 来表现当时的战争场面 所以非常的震撼 但是这几十架美军飞机 没有对日军的舰队造成实质性的损害 南云判断 这些美国飞机一定是来自中途岛 南云感到他必须尽快消灭 中途岛上的美军航空力量 再说刚才收到的攻击机群发回来的电报 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 最后南云终于下定决心要再次攻击中途岛 可要袭击中途岛 那就得折腾了 因为停在赤城嘉赫号航空母舰 飞行甲板上的飞机 得先用升降机降下来 才能把鱼雷卸下来 把高爆炸弹装上去 南云中将 中途岛战役前线指挥官 在整个战役中 南云在茫茫大洋上指挥作战的依据 主要是根据侦察机提供的情报 而恰恰是对情报的分析和判断一再失误 导致日军在战局上一步步走向深渊 日军的侦察机向南云发回的第一份报告上说 美军有十艘舰艇 正在向东南方向移动 时间是上午的7点30分 而就在15分钟之前 南云刚刚命令鱼雷机改挂普通炸弹 机械兵把这些飞机从飞行甲板上往下面降的时候 航空母舰上到处是一片又紧张又混乱的气氛 但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 仅仅过了15分钟就传来了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美国舰队距离他们只有320公里了 如果这十艘军舰里面有航空母舰的话 那么南云的四艘航空母舰可就有大麻烦了 因为赤城加贺两艘航空母舰上的鱼雷机 这时候几乎全都在下层甲板重新装挂高爆炸弹 所以根本不可能立即出发去攻击美国舰队 而且如果对方有航空母舰的话 航母上的飞机可能已经出动了 7点45分 南云下令鱼雷机暂停换弹 他要分析一下形势再做出判断 可是还没有等南云做出新的决定 美军飞机的第二次袭击又开始了 7点55分 中途岛的后续轰炸机群 飞到了日军舰艇的上空 美军多种机群开始轮番轰炸 先是鱼雷机 再是俯冲式轰炸机 还有高空重型轰炸机 美军这两次攻击 虽然没有给日本舰队造成太大的伏态 可是南云心理上却有很大的压力 使他感到中途岛基底实在厉害 而且这也打乱了他的作战机 8点09分 南云接到了由侦察机上 发回来的第二份情报 十艘美国军舰 五艘驱逐舰 五艘巡洋舰 南云一听 马上做出了判断 那就是说 没有航空母舰 那对他也就够不成威胁 于是南云下令 准备继续攻击中途岛的地面目标 是南云的 一极温暖 甲板上再一次陷入混乱 飞机继续卸下鱼雷 换装普通炸弹 可十分钟之后 南云又接到第三份情报 发现敌方舰队 好像有航母被损起诉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南云马上下令 所有飞机立即停止装弹 马上把鱼雷挂上去 连续发布截然相反的命令 卸下来的炸弹 为了争取时间都堆在甲板上 没多久 袭击中途岛的飞机回来了 还有在天上护航的战斗机 还要下来加油 这样使军舰上忙得乱七八糟 时间紧 根本没有人去收拾那些 放在甲板上的炸弹 一个小时以后 所有的攻击机都挂上了鱼雷 南云怎么都想不到 他们如此费力地倒腾着鱼雷 炸弹 恰恰是给自己安排好了分场 1942年6月4日 32架美国海军无卫式俯冲轰炸机 在克拉伦斯·麦克拉斯基少校的率领下 早晨七点多钟 就从企业号航空母舰上起飞 10点24号飞临日本舰队上空 在这之前 由于南云的突击舰队一度改变航向 麦克拉斯基飞到预定的海域 没有发现目标 直到上午9点55分 他在高空发现了一艘掉队的日本驱逐舰 于是悄悄地尾随着他 20分钟以后 飞机上的燃料快用完了 再往前飞 他们就有可能回不去了 可他们仍然不甘心 就在这个时候 少校和他的飞行员们 从空中都看到了海面上的日军航空母舰 他正在掉头 转向迎风的方向 准备让舰上的飞机起飞 麦克拉斯基少校立即下达攻击命令 他命令理查德·贝斯特上尉率领了中队 去攻击看上去比较小的一艘赤程号航空母舰 而威尔默·加拉赫上尉率领了中队 则跟随他本人攻击加赫号航空母舰 早就渴望为珍珠港复仇的美国飞行员 各个愤勇争线 往日本的舰队俯冲下去 打烊面上阵容庞大的战舰 组成一个巨大的环境队列 在护卫舰的当中 是四艘大型航空母舰 而更让美国飞行员兴奋的是 在日军航空母舰的上空和周围 丝毫都看不到任何护航飞机的影子 所有的飞机都整整齐齐地 排列在航空母舰的甲板上 日本人似乎对他们死到临头的处境 一点都不知道 32架美国海军轰炸机 仅仅用了11分钟的时间 先后击沉了日军的三艘航空母舰 甲鹤号 赤铸号和苍蝇号 正是这短短的11分钟 决定了中途岛战役的胜负 而这一仗实际上 也成了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 当年东京广播电台 反复播送的一条新闻 是日本当局对公众撒的一个弥天大谎 说中途岛海战 日军大获全胜 击沉美军航空母舰 两艘飞机120架 6月10日 东京还为太平洋上的赫赫皇威 举行了提灯游行 而其实南云中将 因为觉得自己指挥失误 无眼见江东父老 在残存的日军舰队返航途中 企图以自杀谢罪 联合舰队总司令官山本五十六 连续三天闭门谢客 他一直在苦苦地思索 具有绝对优势的日本海军 为什么会遭到如此的惨败 他做梦都想不到 原因很简单 他们所有来往的电门 都被截获 他们的密码被破译了 日本人在那自欺欺人 美国人呢 更糟糕 对于美军中途岛之战的胜利 起到关键性作用的罗扯福特 因为华盛顿情报处 有人争名夺利 而受到打压 饱受冤屈 孤名钓鱼者 硬说中途岛情报站中的 主要功劳 是华盛顿的情报站 所立下的 甚至不惜买同 罗扯福特的手下人 作伪证 结果 尼米斯提出的军工奖名单 到了华盛顿后 罗扯福特的名字被抹掉了 当年十月 罗扯福特以需要专家意见为名 被戒掉到华盛顿 实际上解除了他的 夏威夷情报站站长之物 尼米斯将军听说后 勃然大怒 因为他最清楚 关键时刻 是罗扯福特提供的情报 让他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可是他的抗议也无济于事 最后 罗扯福特被派到了旧金山 去管理一个干船物 再也没有能够回到 情报部门工作 1985年 罗扯福特被追寿海军 杰出贡献勋章 此时距离他去世 已经过去九年了 1986年 里根总统追寿他 总统自由勋章 这是和平时期 给一个军人的最高荣誉 2000年 罗扯福特的名字 被刻进了 美国国家安全局的 名人堂